您注意好 我是平时扎针闲时看针的袁大夫 今天家里的糖花都长得两米了 可我挖的坑还没有填 所以今天不准卖 填坑 接着要填个大坑 斗鸟大会背后甄嬛决绝的 土鸟计划 斗鸟大会那一期我挖了一个坑 太妃三人组是甄嬛端飞和静飞 可为啥端飞缺席了斗鸟大会呢 永远别以为端飞真的是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那只是她的自我保护手段 她之所以没来 是因为在斗鸟大会之前 甄嬛就已经计划好了土鸟大会 而她的任务不是助攻 而是主刀 斗鸟大会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它是甄嬛土鸟计划的一部分 而攻斗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阵营 斗鸟大会上 安小鸟还想过叛变到甄嬛的阵营 斗鸟大会有一句 没多少人注意到的台词 当甄嬛提到射箱时 安小鸟说 哪里用得上射箱那么名贵的香料 注意啊 安小鸟不止在狡辩 她也在暗示甄嬛 以她当时的地位是没能力 没财力弄到射箱的 甄嬛小产 她只是皇后的工具人 安小鸟的意思是 她知道皇后很多事 可以作为扳倒皇后的筹码 但安小鸟还是低估了 甄嬛与梅庄的感情 害死梅庄 她哪还有叛变的机会呢 甄嬛是杀定她了 所以甄嬛在后面特别强调 恰如皇后娘娘所说 万物像我当年一般不慎小产 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 你是皇后的人 改不了了 甄嬛的土鸟计划的制定 是先于斗鸟大会的 而且这是一个缜密的连环级 堪称是阴谋教科书级 一共有四环 第一环是宫星 安小鸟最在乎的是什么 是身份 出身低微是安小鸟的最大心结 甄嬛给安小鸟的羞辱 都是身份上的 先是一个离非的封号 接着又封赏六宫 打鸟打七寸 所以安小鸟是罕见的愤怒 心乱了就会露出马脚 这就给后面迷情香暴露 埋下了伏笔 不过这一环还有一个隐蔽的细节 甄嬛把端妃碰成了皇贵妃 而不是自己 臣妾只求皇上一样 无论如何加封宫中各位姐妹 只请皇上一定要以端妃姐姐为尊 居于臣妾之上 否则臣妾终究难安 为什么甄嬛要把端妃捧成 甄嬛党明面上的老大呢 我先卖个关子 第二环是取证 尽管斗鸟大会是阴阳怪气的名场面 但可不只是恶心安小鸟那么简单 甄嬛党的根本目的是取证 请注意啊 就在甄嬛等斗鸟 牵住安小鸟的注意力的时候 太医老魏和小允子 则在侧面搜集罪证 找到罪证才是斗鸟大会的根本目的 斗鸟只是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所以在回宫路上 甄嬛第一件事 不是回味刚才斗鸟有多爽 而是冷静地询问取证调查的情况 可看出什么不妥吗 一时察觉不出来什么 但是微臣心中也有疑惑 诡异的是 之后老魏验明了迷情香的成分 甄嬛有了小鸟的罪证 按理说甄嬛可以直接揭发 但他却没有 他下了一招绝命起 这就是第三环 捧杀 在查到罪证之后 为什么甄嬛不是告发 而是给小鸟送花 又为什么小鸟还收下了 如果说上半场阴谋大师是曹秦末 那么下半场的阴谋大师 绝逼是甄嬛 这花叫什么呢 A 后宫小百合 B 香水百合 C 狐狸百合 D 射香百合 请甄嬛介绍答案 这花叫狐狸百合 狐狸百合谐音上呢 不就是甄嬛在暗示 安小鸟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由于前面 斗鸟大会谐音梗刷屏 加上太医检查无读 小鸟也只当是 斗鸟大会的番外 就留下了 但实际上 大局之所以不能自持 并不是因为安小鸟的迷香 而是因为甄嬛当日送的百合上 洒了迷芹香粉 所以甄嬛到场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暗示锦西处理掉花 可你是不是也很不明白 这不反而让大局 对安小鸟愧疚了吗 皇后都知道 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 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 足以让他站稳脚跟 大局内疚 那还怎么涂鸟呢 恰恰是大局的内疚 才最致命 因为大局越是内疚 当他发现被耍时 才越愤怒 这一点 甄嬛懂 小鸟也懂 流产之后 安小鸟就知道自己必死了 这就解释了 明明甄嬛还没有告发安小鸟 安小鸟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接着就是第四环 收网 一直为登场的端飞 终于上场了 端飞在整个 被华飞虐了千百遍 也咬死不说是大局母子之时 对于多疑的大局来说 后宫里 谁的话最可信呢 必然是守口如瓶的一格殿娘娘 这样的人 告得壮 才最致命 如果甄嬛去告壮 会怎么样呢 岂不说会让多疑的大局 误认为是私人恩怨 更会让大局 对心狠果决的甄嬛 心存忌惮 所以 端飞的人设 一定要立主 这就解释了他在斗鸟大会上的缺席 一旦端飞出现在斗鸟大会的现场 那么他这个与世无争的贤飞人设 还立得住吗 端飞还怎么说自己 前面甄嬛给端飞加黄贵飞的头衔 就是把端飞作为甄嬛党的面子 面子立人设 李子干脏活 分工很明确 土鸟才果决啊 理性地说 安小鸟说的并没有错 他这一生确实由不得自己 看透了游戏规则 但却只是个棋子 真的一根一根渣 坑一个一个填 今儿就填到这儿了 我是云然 下回再见